第二场赛事就去到这个草地 是五班的1400米 这一组大热门马就落在活力宝区身上 3.6倍开飞,个园军就3.4倍 最后阶段也是3.6倍 神奇大帝开飞是8.9倍 个园军就8.5倍 尼尾阶段就落飞,落到7.4倍 竹金黄方家拍马逢的马匹排了外当 开飞有5.8倍 但开飞的时候都热了很多,落到4倍 第二场五班1400米 今天都是拆两组的 一起步那只明月千山起琴,真是麻烦 结果是大晚集的,暂时拍不到它 出得最快那只电子传承来的 再跟着整对马场 白宝袋,飞跃成功,神奇大帝都在前面 两三个马来之后才见到那些落多幅 很有长性,金都跟不住 再跟着会力宝区,长性宝区 然后就这些时尚转其神火金光 竹金黄起步,缩到尾三位置 暂时起上了一点 暂时殿后那一队才见到明月千山 进入镜,还有西夏之王一齐 开始入归的时候,前面 估不到快到那样 有些马捉不住 电子传承,小傲成功的上口 捉都捉不住 二十要九二,五班而已 不是一班,一班都顶不住 再跟着马才见到神奇大帝落后都挺远 再跟着才见到落多幅 还有很有长性 走定出去外当黄三时尚转其 内当活力宝区推紧 然后有神火金光,竹金黄很远的 暂时长胜宝区和西夏之王 就眉衫眉衣,包尾仍是明月千山 进入后直落实了 前面白宝袋摆脱了电子传承 和笑傲成功,暂时带到头 不过前面步速这么快 他都好像脚远远的 后面上来的马潘顿先了 活力宝区粉红帽上来 走内当上了神火金光 外面上来莫雷拉竹金黄 然后百多米时 前面白宝袋顶不住 三下两天过了 他就会力宝区外面上来 还有一只竹金黄 过中第一名结果 潘顿这场做出战戏 会力宝区赢第二名竹金黄 第三名神奇大帝 第四名那只为什么这么出 西夏之王 西夏之王也看不到 这直情去了握手位 其实外难 他真是有机会第三 原来看直镜 直镜应该过中点 然后又不见了他就飞了出去 看他的直路怎么骑 其实潘顶辉要想一想 这场很多人都要想 第二段可以说我看错 五班马二十秒九二 不是吧 一班都不到 不要说五班 一班都受不了 二十秒九二 烧到这样 那天聚财才做这些时间 都不行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电子传承 白宝袋 这只笑傲成功 笑傲成功 看一看后面都觉得太远了 换住就跟第三位 都有问到这只马亚 那个跑法的 周俊罗因为他获得清晰的 刹棋指示 要叫他摆前面 进阶前列 所以虽然早段他站起来 都觉得好像不够人家快 不够电子传承 不够白宝袋的快 但因为他刹棋指示 叫他放 所以他也骑了一段 也预计是拆棋指示 这马亦都惯常是带头赢的 好 看西夏之王 不然一会计不了他 就是这里了 打左手边 他走直线的 但转了右手边之后 留意了 在这里开始了 一打右手边 因为潘平较的身份 有点側向后 那就是这两步出去了 这儿很可憐 他还要抽着 对 阻振了就抹走 那里 那里不是实际 对 因为这个潘平较 其实上季都有 其实几次了 他转边不是不转 但要想一想 身份放得好一些 他这次似乎多放了一些 打左手边是没问题的 最后那里 这里出的幅度太大了 又要转回左手 对 还有右手要抽着姜诚 对 那里变成好像控制不了 其实刚刚刚 仅仅没有第三 好 就看看超快步速 头段13秒23 第段20秒92 第3段23秒12 没断是慢 24秒45 总时间一分 21秒72 就是一连两场 这些耿颈四的 都很不值 我们临场的贴士 都有给了一只西夏之王 都是冷本来的 其实他真的应该有权第三的 先研究中段的步速 20秒92 骑马车等于我们驾车 驾几十年车 我时速应该是80 可能812 我不知道也不出奇 我没可能驾到1001 我也不知道 我都以为是80 你现在五班马 第二段20秒92 就等于驾车 你驾812 是快了很多的 没可能不知道的 是啊 不过其他快的那些就没问了 就问了周俊乐 刚才说了一点 小组就说 他都肯承认 早段就没有早点跟马 他承认那个错误 都是对的 承认错误这件事是对的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都好 他要确保 在未能执行刹旗指示的情况下 都要在阵上采取及时的决定 给佐奇以最佳的机会 在末段以竞勢冲斥 因为就是今场他说 他有一个明确的刹旗指示要放头 但你真的放不了 应该要早点跟马 但是放得快的是陈家熙 是啊 但是没有问到 是的 如下那两位是否应该都要问呢 因为两个有份的 看看会不会再之后 这前面是陈家熙 周俊乐已经摄到第三 我现在看到的赛后 就只是问了周俊乐 不太明白 至于潘明辉飞了出去 小组又告解他 在类似的情况下 要确保尽力修正坐骑 另外这场排完之后 有个言讯 因为就是黎海荣提出 觉得应该的马 就是未获公平出战 不过看了片之后 就看得到 其实是开闸的 他自己起琴 所以明耀先生的事就合格 通过手艺检验才可以再跑 不过上次三大师傅 放得这么快 都没有事 都不能罚人 三十几个华籍 没理由罚 看之后会不会补充 再问其他放得快的骑士 我只记得以前试过 有一个人前面 放得很快 罚了半年 都试过 很久以前的事 以前的董事和现在 是的 我还记得非理 我还记得是